你觉得咱能不能先听一对呢 看看这个南方的苏州相当 北方观众是不是合口味 我们俩大头阵 演一段我们很有苏州情调 苏州风味的 名字就叫苏州情调 苏州情调 来 欢迎两位 感谢咱们天津卫视 给我们南方的小社团 一个展示的平台 我们都是来自苏州的小演员 没错 平时在小茶馆里演出 是 说的也都是有苏州情调 那小资的巷子 苏州这个城市 可听可看的地方非常多 那都什么地方可看呢 您比如说苏州园林 没错 什么叫桌正园 狮子林 苍浪亭 往事园 小夺天宫啊 没错 小桥流水 风景柔化 腾罗翠竹 曲静优雅 亭台阁械 青砖带娃 古色古香让人流连忘家呀 那可听的地方呢 听听昆曲平坦 这好啊 平坦一般是俩人表演 您给介绍一下 一个男演员 一个女演员 男的呢 是谈三弦 没错 女的抱琵琶 男的穿长衫 女的着旗袍 对对对 这个旗袍可太漂亮了 秀针丝火套红 秀团花 大开气到嘎着窝 大开 这不胚着门帘子就出来了呀 大概去这有点开线 你缝好了再上来呀 唱出来可是悠悠荡荡 哎呀 就透着那么好听 让您听着浑身感觉呀 哎呀 哎呀 你别光说呀 说的人怪痒痒的 您在这儿给各位学一句呀 学一学呀 当着咱们天津的父老乡亲 学两句苏州平台 唱两句 怕在座的朋友 这个唱词不理解听不懂 那没问题呀 我给你翻译呀 您把唱词负责介绍出来 介绍一下 那我负责唱 我负责翻译你的唱词 太好了 您注意听啊 什么词 你这还没唱 这是伴奏 我让你注意听 这住着意呢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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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凯业掉蜂绿都无声匃啊什么词给朋友们介绍 他刚才唱那句呀 叫 有点蜂蜜 都是娘 还有点蜂蜜都是娘 您听得像话吗 你唱的吗 人家是平堂开篇 杜石娘 窈条风流杜石娘啊 杜石娘 您听不懂词没关系 您感受这个音韵美 苏州目光平坛这个声音美 您比如说 那街头巷尾的叫卖声 苏州的叫卖声 要唬唬出来也好听极了 是吗 举个例子 您到北京卖花的 比如说卖玉兰花的 他那个叫卖出来高门大嗓 嗓子也亮他 要唬出来也透亮 这怎么要唬呀 我给您想想 北京卖玉兰花的 北京的 玉兰花 莫莉花 这用什么 这是北京的要唬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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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幽阳的感觉 还有那个卖黎高堂的 卖黎高堂的 那个节奏就快一点了 这多好听啊 这我听过着了 可是呢 现在这个叫卖 随着生活发展 随着时代进步 逐渐淡出人民的视野 挑小挑卖东西的少了 听不着了 不过也衍生出来 那个新式的叫卖 什么叫新式叫卖 有一回我在我们苏州园区 我那边外国人多点 听见一回用英语叫卖的 英语叫卖 英语吆喝呀 不是卖什么呀 它是那个水果蔬菜 混到一起掺着卖 这怎么吆喝呀 它吆喝简单一点 它这味的 Tromato Protato Tromato Protato 土豆 Apple 苹果 三样嘛 那您仔细说说 Tromato Protato Apple 三样嘛 李 李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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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